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美國作為金融大國,服務業的比重佔GDP接近八成 因此,美國的服務業夠不夠繁榮 對經濟增長有決定性影響 ISM非製造業指數就是觀察服務業興需的重要領先指標 ISM非製造業指數又被稱為服務業指數 是由全球最大而且最具權威的 供應與採購管理專業組織 美國供應管理協會編制 每個月會訪問370個以上採購經理 遍佈17個行業 包括法律、娛樂、地產、保險、銀行、酒店等等 調查的內容包括新訂單、新出口訂單、招聘情況等 10項指標 ISM非製造業指數以50作為服務業景氣的成需分界線 高過50反映行業擴張 低過50意味服務業萎縮 而40是一個關鍵水平 低過40經濟可能陷入衰退 金融海嘯期間 ISM非製造業指數在2008年9月失守50 表示服務業正在萎縮 到了2008年11月更加跌破40的關鍵水平 其後 2008年第四季的GDP增長錄得-6.3% 創26年來的新低 總結而言 服務業佔美國經濟大半壁江山 透過觀察ISM非製造業指數 可以及早知道美國經濟風向 若失守40的關鍵水平 投資者就要對美國經濟和美股有戒心